它的飯也是那種粒粒分明的飯 口味跟口感都非常非常的足夠 欸 歡迎收看今天的好家隆利貢 沒錯 開頭你們是不是覺得我房間很亂 對 我房間就是亂 怎麼樣 欸 這種防疫期間你又不用出門 然後自己的房間住這樣最舒適嘛 然後太多太多的網友跟我們反應說什麼 說我們 欸 我們介紹的東西 欸 原來怎麼只有台中有 他們其他地方也想吃 好 我們今天就來開箱一個也是網友推薦給我們 但是我們不知道好不好吃 夏慕尼 大家都知道了吧 他們也改外送 而且價格相對的變得比較親民的 原本夏慕尼一克都700 800 900 1000 現在兩個人 欸 外帶外送 一個人只要520塊錢 就能吃到夏慕尼 我們今天一起來看看夏慕尼 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Let Go 欸 沒錯 整桌是不是 來來來來來 我們今天點的套餐是什麼 夏慕尼套餐一個是牛排 一個是鴨胸 因為我們還有加點一個啦 主要它是1200可以折200 所以一個人500 然後我們一定要加點一個這個炒飯 這個炒飯會不會是我們唯一成功的一個 就跟那個響石天堂一樣 它只成功炒飯 那時候還有成功點的啦 對 響石天堂成功會不會很少 欸 可是響石天堂很熱烈耶 大家都跟我們一樣認同 響石天堂只有炒飯好吃而已 真的嗎 炒飯 只有炒飯能吃 會不會夏慕尼也只有炒飯能吃 可是應該不可能吧 這個炒飯還是因為 我們覺得點了這些 反正這樣吃 吃不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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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得吃個飯 好啦 吃個飯 那我們就從炒飯開始吃啊 不是先從前菜嗎 不是吃這種 我們都要先從前菜 因為我怕它成功就成功這個 好不然我們先喝湯 我們先喝湯好了 開胃菜嘛 你先喝一下 這玉米濃湯到底怎麼樣 欸 有啦 這個玉米濃湯的高級感就有出來 真的是在夏慕尼買到的玉米濃湯 它進去的時候那個奶油味非常濃郁 而且它裡面吃到那個洋蔥是脆的 不是泡爛的那種 主要它的玉米濃湯裡面的料 都非常的新鮮 而且非常濃郁不會膩 它的料不就只有洋蔥而已 還有玉米啊 有玉米啊 有啦 我怎麼喝不到 我剛剛拍就拍到玉米 這玉米濃湯沒有玉米 有啦 你看差點有沒有 有啦 有真的有玉米 這個是會一直沉的 這個不可能是給人家加點的那種玉米濃湯 這喝得出來玉米濃湯有那種高級感 我喝得很濃郁 因為它這個奶油香是 吃得出來是比較貴的奶油的感覺 不是那種廉價的奶油 那奶油你也喝得出來 我奶油我也喝得出來 你是覺得我在瞎講 奶油我真的喝得出來 有啦 你喝一般的玉米濃湯 它的奶味不重 或是它的奶味夾夾的 這個是加奶粉 喔 奶粉喔 奶粉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或是直接就加奶精 這個直接喝得出來 我喝得出來這個 你都要講給我 我也在喝奶茶奶精喔 反正你們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這個就是好喝啦 生氣 那變得跟你一樣 這個好喝 還可以啊好喝 其實真的不錯 再來就這個啦 我覺得這個很屌 看起來很漂亮 凱撒沙拉 然後一定要加這個凱撒 哇 這個最肥的醬 我想沙拉菜能多男子啊 全市的菜還不是都一樣 這個是重量它的凱撒醬好吃 這個凱撒醬應該不是特別調的 因為我在外面吃到凱撒醬的味道都一樣 應該是滿現成的那種凱撒醬 就是爽而已啊 凱撒醬對這種東西就是爽 對於有在運動的人來說 它就是肥 就是油嘛 提一個蔬菜的味而已啦 不然就不是真的是牛 直接生吃 但是這個應該不是香菇的什麼什麼特色 這個是每邊都有啦 因為全菜啊 只要吃套餐都買一定會有 頂王的凱撒醬一定也很好吃啊 頂王 不是頂王啦 那個 他們另外一家的牛排叫什麼 王品 王品啦 不是頂王啊 頂王沒有凱撒醬嗎 來啦 吃看這一道 看起來滿屌的 而且聞的滿香的 它是魚卵鮮蝦 炒飯 沒有啊 就櫻花蝦炒飯啦 啊上面那個是軟耶 我把它名字叫高級耶就對了 因為它是寫櫻花蝦炒飯啦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也有魚卵 這個咬下去它的蝦味直接綻放耶 好好吃喔 我跟你講這個非常有口感 因為它的蝦有點脆 然後它的魚卵在嘴巴下去 扶扶扶扶扶扶 然後配上它的飯 它的飯也是那種粒粒分明的飯 口味跟口感都非常非常的足夠 它的這個蝦真的是滿脆的 然後蝦味也不會太重 對啊 沒有那麼那個 翔食的那個櫻花蝦高麗菜 對對對 它這個味道不是腥味 不是魚腥味 它就真的是鮮蝦的那個香味 這有水準耶 這個跟翔食天上身影 翔食好像好吃一點 可是它也很好吃 說真的 都很好吃 你選不出來喔 可是炒飯我喜歡這個耶 它的味道濃郁喔 可是它吃多了它不會膩口 它不會炒飯那種油膩感 沒有油膩 主要是它的口感跟那個味道 很豐富很有層次啊 喔這個好 朝鮮有加點這個炒飯耶 這個炒飯蠻值得推薦加點的 一定要點這個 我看這種防疫期間還有犒賞自己 我們今天錄拍攝的當天 已經延到7月12了 然後這支我們會在下禮拜上片 希望我們上片的時候 已經聽到這個解放訊息了 三集就到7月12就好 然後可以開始開放 讓大家真的去外面走出去 吃好吃的東西 這樣還能出去拍不一樣的東西 對啊因為這種美食 現在沒辦法真的在家裡拍 出去吃一定是最好吃最爽的啊 欸它其實 給的東西不算多 可是不會失望 然後享食天堂算是給的比較多 可是 倒到失望 有沒有看到那麼多失望啊 他們那種就比較多樣啊 寶貝能選的比較多 對對對 可能你選到剛好 就那幾個比較還好 鴨胸鴨胸 欸這個鴨胸的厚實度是 有的欸 可不扯 我直接吃看了啦 我就用它原味的醬 我就直接吃 我也不加醬 這個鴨胸非常非常的有嚼勁 有彈性 然後它不會柴喔 非常有那個在水巴咀嚼的那個腳感 可是它又不是柴喔 因為有的肉是柴到你咬不動 一直一直咬 可是它也可以一直咬 因為它越咬越香 它那個鴨油拌成的那個紅酒 喔混在一起那個味道 紅酒還沒加 你還沒加紅酒 你還沒加紅酒 不是 這是醬 這個裡面本身就有紅酒 裡面就有 裡面就有一點點的 差點被你講好像 真的啦 差點人家以為我們真的在胡椒 紅酒還沒加就有紅酒的味道 而且它沒有那個 肉的那個肉燒味 它純粹就是鴨油跟肉這個 充出來的那個味道 鴨的肉燒味會很重嗎 會其實有些肉會很 其實不只是鴨 連雞都有一個雞的 如果肉處理的沒有很好的話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附一些蘋果啊 水果啊 好像讓你自身法國的感覺 其實我每次去吃那個 淘版物啊 或是那個王平 我其實都點鴨胸 而且牛排吃得太習慣了 而且吃鴨胸有一種 你吃趕人士的感覺 鴨比較高級是不是 聽起來比較高級 你點個雞腿牌 不知道為什麼 就感覺夜市也吃得到 你點個豬 也感覺一般都吃得到 媽媽平常在煮 啊牛你也是常常遇到的 你很少去說 欸我要去夜市吃個鴨排好了 對啊 牛排到處都有 對 那你吃個鴨胸 那個人滿有味道的 吃鴨胸 你這個擺盤看起來還滿猛 這個是你的 這個蒜片 我跟你講這個蒜片 哇 欸這個蒜片很爽欸 吃吃看吃吃看 蒜片你也要講是不是 這個蒜片是不用特別講 但是它的蒜片好好吃喔 蒜片講人家就以為我們真的夜配 連蒜片那麼細的東西 這麼無聊的東西都講 平常你講啊 它都是一個很OK 很safe的牛排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話 說它多好吃 可是就是好吃 它的好吃的程度不會讓你意想不到 就是你想像得到的那種好吃 就是比較中高階的那個肉 因為它不就是肥力啦 對 肥力它就是比較中高階 然後它的肥肉非常少 有嚼勁 可是入口之後是又嫩的 不會讓你特別驚訝 可是你吃下去之後 欸舒服你也沒辦法攻擊它 沒有像響石天堂這麼好攻擊 那是不是點鴨胸的質感就提升了 比起來鴨胸的經驗度 比牛排的經驗度再高了 嗯 因為牛排是你想像得到的味道 差不多 對不對 可是整體來說這個價格 對 一個人500 是有下次的嗎 嚴格來講我就只有這個 因為我們選套餐了嘛 就是一個主餐配兩個 對 其實它的套餐是一個牛排 然後一個蛋糕跟那個 玉米濃湯 沒有這個喔 這個是我們額外家庭 一定是吃不夠啊 吃不夠 雞皮質不高 吃個爽 抱著你真的要去吃夏慕你的心 你去吃 因為吃夏慕你買 就不是要吃到吃到飽 你把它點到1000多也會飽 就外在也不會派吃它的水 對 就是甜點 用我的冰沙 甜點給你講啊 冰沙我講出來我看就一個蛋糕你可以講的怎麼樣 我問人家怎麼樣 這個蛋糕看起來 千層蛋糕 千層蛋糕 我跟你講千層蛋糕好吃 千層蛋糕要吃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它一咬下去它有沒有那個 層次的感覺 它有沒有一層一層的感覺 還是吃下去就是一個普通的蛋糕 厲害的千層蛋糕是 中間你咬下去 有沒有感到層層皆辛苦的感覺 層層皆感動 有嗎 兩三層而已沒有那麼多層 它看起來很多層 可是我咬個兩三口 這個層次就沒了 可是還是好吃啦 它在層次感這個口感上它沒有做得很好 不過它的那個芒果的果香跟慕斯 在嘴巴是非常濃郁 畢竟他們不是在賣千層蛋糕的 可是它做成這樣已經OK了 它那個果香非常到位 就是它就是一個蛋糕 好吃的蛋糕 它對不起千層蛋糕這個名字 但是就是好吃的蛋糕 怎麼能這樣 對 你要跟千層蛋糕道歉 你要給我改名 最多就是海綿蛋糕而已 好 那我喝看這個冰沙 冰沙真的沒話說 真無聊 冰沙真的滿無聊的 就冰沙 沒什麼值得講的啦 檸檬冰沙 其實就是你想像得到 檸檬加冰沙然後打一打 這個沒什麼好講 OK啦 會不會買我不會買 哈哈哈哈 這一家的話我跟你講 推薦你們點完之後自己自己取這樣 自取這樣 自取有便宜200塊錢 UberEats有一些他們的優惠活動 這個期間裡面還有什麼好吃的事物 都歡迎留言推薦 告訴我們